由美国应楼传媒公司主办的2022年第18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开幕日 即今天时奖颁奖典礼近日正式落幕 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的中美电影节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美国洛杉矶郡军政府共同支持 今年的主题是点亮光影之路 以光影艺术的魅力倡导和平与友谊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平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以及众多好莱坞影视界从业人士 均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那么我们觉得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作用 影视文化的交流 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觉得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形势之下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推动中美的人文交流 特别是影视文化交流 为鼓励美国亚裔电影人通过光影艺术 增进文化相容 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本届中美电影节还特别设立了 AAPI美国亚裔电影人杰出成就奖 本届获子殊荣的是 家喻户晓的华人功夫明星李小龙 50年前他通过电影《金五门》闯进好莱坞 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 他在1970年代引入西方的功夫热 架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李小龙女儿李湘宁女士代表父亲领奖发表感言 支持提升华人地位 在颁奖典礼上 黄慧玲 陶玉玲 尹丽 邹靖之 徐晓明 杨亚洲 倪平 吴君如等 近百位影视明星通过线上线下连线的方式亮相登台 为本次中美电影节成功举办 献上美好祝福 而本届中美电影节参品影视作品 近400余部 并有华纳兄弟 派拉蒙 环球 索尼 迪士尼 师门 IMAX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影集团等数十家中美主流影视公司和机构 发来贺信支持 凤红卫视宋城 洛杉矶报道